會出現什麼 有Value錯誤 那這個Value錯誤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 如果你用Find函數 他如果有找到會告訴你第幾個字 可是如果沒找到的話 他就會返還一個緊Value的錯誤 OK 那如果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把它去掉 一般我看很多人的那個 試算表裡面 都好像留下來 反正眼不見為盡眼睛閉起來就算了 那頂多你怎麼樣把它刪掉 剛剛一般怎麼刪掉呢 Delete掉嗎 可是問題你有這麼多個你總不可能一個慢慢在Delete掉吧 所以呢這個方法 不是很OK啦 那怎麼樣快速的把它全部都變不見 方法很簡單 記得有一個 函數 所以呢一般我的習慣是把公式再剪下來 所以 做完了剪下再貼 剪下再貼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 如果你要做複雜的公式 通通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你只要做裡面的 再剪下貼回去 剪下貼回去 可以串很多層 所以很多人的公式很複雜 都不太可能一次做完的 那所以呢下個階段是我要把 Value錯誤把它過濾掉 1 剪下公式 但是不要剪到等號 OK 剪下 2的話呢 插入一個 過濾 Value 其實不只是Value 只要緊開頭的 那個叫邏輯裡面的ifl ifl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ifl 這個函數呢 只有在 Excel的2007以後的版本才有 如果你是2003以前的版本的話 你必須利用 兩個函數才能解決 一個是if 一個是ifl 一個是ifl 變成兩個啦 那 現在 當 呃 之前用的同學有用到2003 如果你是用2003的話 可能要用兩個函數 方法差不多 那我們先用ifl來給各位看一下 點兩下 把剛剛的值貼到Value 底下的話就是如果Value ifl 就是說如果 裡面的資料有發生錯誤 你要做什麼處置啊 那很簡單 我就是做 把它變成沒有 變成沒有的話呢 在Excel裡面就是什麼 雙引號兩個 雙引號兩個意思就是什麼 特別重要雙引號兩個就是沒有 沒有資料 OK 特別重要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向下填滿 那如果 本來是正確的 它還是維持原來的 但是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它就變成沒有東西了 所以利用這一招 以後如果你看到你的資料裡面 試算表裡面呢 有很多的 緊開頭的 你要 刪掉它的話 不要手動 記得就是把公式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貼到ifl的 第一個格子 下面那個格子 就是兩個算以後 再把它重新再 填滿一次公式 你的問題